事业在家的刘伯温有多惨 居然当街卖起了字画 这位学长 你买扇的 可儿子刘脸是东拉西扯 拼了命的去拿客户 一下午过去扇子是一把都卖不出 一旁卖烧饼的小贩跑过来一看 哇 这老吴啊 正在华山的刘伯温一抬头 一段美好的回忆瞬间涌入脑海 刘大人吉祥奉朝廷吩咐 我们俩给您送芝麻烧饼和鸭血汤来了 刘伯温笑呵呵的打招 师傅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刘伯温瞅间卖烧饼的吴师傅 也是一阵哑人 吴师傅也懵了 这怎么堂堂的朝廷大员不干 跑来卖扇子 他这么意外 刘伯温才说 事风日下 博温卖画 补贴补贴生活 这卖的还不如你的烧饼呢 刘大人 这也不行 吴师傅是明白过味儿来了 刘大人呢 您这是没打通下沉市场的痛点 不能适应朝堂的红海市场 到市井的蓝海市场 商业化运营变化 所以咱们要转型到 心灵兽本台 来让你看看 我是怎么给产品赋能的 这一套小词 都给刘伯温说懵了 接着老吴拿着扇子 就开始吆喝了 刘伯温大人 亲临庙会 当场作画 玉民同乐 刘伯温大人 自画 价敌千斤 今日只售啊 刘伯温一看 好家伙 这小套路 怪不得人家的烧饼 能开成南京第一网红店呢 要不 咱就一两一把 这吴师傅的经长手段 那是真没法说 这一番操作下来 直接让刘伯温的扇子 卖脱销了 刘伯温的脸上 也挂上开心的笑话 那讲话了 哥们在朱元璋身边 累死累活 一个月才多少钱呢 这卖卖小扇子 岂不是美嘴嘴 随着一阵的声音传来 大名好人 仅一位指挥使 二虎同学一拱手 刘大人 胡相国口语 刘伯温贵为大名伯爵 却堕入贩卖者流 辜负是恩 寡怜贤耻 这话就很讲究了 胡维庸能使唤动二虎 作为朱元璋的情报部长 没有朱元璋的授意 单凭胡维庸 是没办法调动 二虎这个级别的锦衣卫 做市场管理员的工作人 这一切背后 肯定是朱元璋 对刘伯温温暖关怀 他真是 我哭死 二虎同学的意思很清楚 脏物销毁 脏款充公 一扭头 刘伯温所有的扇子 都被丢到了烧饼店 烧了个金光 接着又马不停蹄地 前往皇宫 给朱元璋汇报工作 朱元璋的心思有多细 在蓝玉出征后 直接就让二虎 调来了负责监视的吴峰 朱元璋喝着鸭血汤 听着吴峰的报告 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过了一会儿 才悠悠开口 来说说吧 蓝玉都说声 有没有骂咱不地道 没有 只是说了几句 报应的话 说给咱听见 吴峰不敢怠慢 源源本本地 把话附说了一遍 蓝玉几人说 陛下江山到手呢 你听下太平了 就把咱们搁一边的 上位不坐游江山 也不让咱们 搁起的沾沾锅 朱元璋听了 微微一笑 吴峰此刻又继续禀报 众将军走的时候 向胡将国叩首谢礼 这话一说 老朱的表情 就微妙了起来 胡伟庸这一趟小连招 玩得很溜啊 先请客喝酒 再树立共同敌人 最后再收尾己用 请客 缠手 收下当勾 没想到胡伟庸 还挺会罗罗人的 霸气外露 招死 而回到加拿二虎 跟老婆也说出了 心中的忧虑 超级的事 我们知道的态度 结实的太深了 作为锦衣卫指挥时 要退下了 可太难了 稍有不慎 就连刘伯温 现场也只不过是 皇上的工具人罢了 总而言之 身知半军如半虎的 二虎同学越发的恐怕 而作为老工具人的 刘伯温 正在抓紧时间 写自己文书 儿子刘伟一看 推开门 爹啊 你这茶饭不思 天天往书房里钻 你告诉我 你写啥呢 刘伯温看着刘伟 只是说 这件事 你最好不要知道 你一无所知 最安全 刘伟秦 爹啊 你就是觉得 我智商看优备 刘伯温表示 这你自己说的 观众老爷们都看到了 同时 刘伯温也揭露了 遗数的真相 只能藏之名山 一传后世 接着 刘伯温一抬眼 就听见门口有动静 心里的小剧场 瞬间写出了 足足八千字的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的小作文 心里默默的叹息了一声 这一天终于要来了 甚至还一边摇头 一边叹气 非常丝滑的找地方跪好了 堪称 大明贵族的典范的熟势 结果却是二虎媳妇儿 玉儿的倩影跑了进来 刘伯温一看 爹 你跪着干啥呀 朱元璋给刘伯温 造成了多大的心理伤害 倩儿推开门一看 刘伯温就在院子里跪好了 脸上更是带着 视死如归的绝绝 这一问 老刘就张嘴了 习惯了 只要门一响 臣就跪地皆知 接着 玉儿招呼了一声 一堆太监 抬着酒摊粮食 就走了进来 这可给刘伯温整不回了 玉儿姑娘 你这样会惹上大麻烦的 玉儿笑笑不说话 心里讲话了 我充其量 就是个后宫女官 老公也只是 平平无奇的大名好人 我给你送物资 父亲 但他可以 说着 记着披风的马皇后 缓线成缓之中 刘伯温赶紧跟儿子跪下 什么叫救世主 马皇后也不客气 大大方方的表示 这些都是朝廷的贡品 够你们吃个小半娘的 娘娘天 伯温 感激体力 这一次马皇后来 自然是给老周说情的 他告诉刘伯温 让他千万别记恨皇上 皇上都是迫不得已 朱元璋是个好人呢 刘伯温一阵无言 只能说都在心里 接着他问娘娘 您就不怕陛下追责吗 这是给您自己个儿添麻烦的 这 你就别操心了 马皇后 也生怕这个老倒霉蛋 一时想不开 整点狠活 赶紧嘱咐道 你要好好的活下去 不准投河 不准上吊 更不准自吻 刘伯温感动得不行 捧着刘伯温送来的扇子 亲手交给了马皇后 如同诀别一般的 跟马皇后说道 而随着刘伯温的彻底失势 胡维庸的势力 极度膨胀 此刻 小胡正在开会 将决定大明今后 数十年的安危荣辱 你们军械物资良想 竟然拖延迟迟不到位 底下户部兵部的官员 是战战惊惊 赶紧说 现在大雪封山 根本过不去 小胡是个狠人 根本不磨叽 即刻将点压关在队前斩首 然后 用人扛马驼 越过断道 将良想军械 送到战地 同时还亲切地表示 如果还过不去 下一个就斩你 同时下肢脚碎 各地有任何敢于 抗脚的地主豪身 一律咔嚓 同时 又耐人寻味地表示 各省 凡事 完不成争调任务的 贪官属利 即刻霸撤 发往前方为足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通俗点理解 就是逼着官吏 找老百姓要钱 也就是 拉拢豪身 交水捐款 他们交了 才能让百姓跟着交钱 得钱之后 豪身的钱 如数奉还 百姓的钱 三期分成 而户部上述旅场 也正等着 胡为庸的召见 此刻 他算是看明白了 这半身效率 还不如杨仙 你来了 你得办手续吧 得去这部门签个字 去那部门补个手续 最后还得排队来办事 来都来了 不得客套一样 得喝茶吧 喝半个时辰 才能慢慢悠悠地办事 吕长算是明白了 当年我笑杨仙 不懂做官 现在杨仙笑我不懂笑 一旁的别步蓝袍小官表示 胡大人现在 一门金色的 筹集物资 说没物资不行 都斩了好多个玉良官了 咱们等着好 整个中途省 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皇上要一根鞭子 以鞭策各部 正贺朝野嘛 那么全清一时的小胡 能否听老师的话 保持低调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长安大拇指 为剧眼充能 我们下期再见